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所有的一切 天哪 大街上要点钱的 要个馒头的 要点咸菜的 现在居然有人要飞机要搭炮 远程飞弹 有这么牛的乞丐 有啊 萨莲斯基就是 他男一号沉浸在一种剧烈的情绪之中 这个男一号演员呢 一号二号都一样 本来是按照剧本在演 但是好演员呢 演着演着就离开剧本的自由发挥了 有如呢 有神一般 突然间通神了 自由发挥起来 所有的好演员都是有这一套 就是说 他已然把自己剧本所赋予的角色 与个人的生命体验完全融合在一起 不是演的了 就是他自己了 这种人厉害吧 是吧 赞莲斯基大家想一想 他是个演员 是个喜剧班班主 类似于郭德纲照本山 小月月沈腾 是吧 那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就演成了呢 用比尔克亚斯的话说 在乌克兰战争之前 乌克兰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 腐败透顶人们 失望透顶 这时候有一个喜剧班子用扯淡的方式 然后呢 调侃了一帮贪官 大家一学着 好 开心一下 开心 说这个人不错 反正谁都没希望 谁都没希望 都是一帮这个官僚 一帮骗子 甚至是一帮外国人 干脆胡闹一下 把这个喜剧班班主 把他选成总统算了 他居然就真选上了 选上之后呢 美国西方觉得这个人有用 他又愿意 于是美国西方发现 自己这个剧本 又这个人也试的是还不错 比方说最近这几天 美国人骑在德国人布梗上 抽着巴掌 德国人必须向乌克兰提供鲍二 就是德国现在主战坦克 泽连斯基很爽啊 啊 泽连斯基一看 美国欺负德国 德国不得不接受 把这个鲍二坦克就开到乌克兰去 同意了 泽连斯基像一个小孩 拿到一块棒棒糖衣啊 马上这个方法嘴里 要要要 还要 我还要吗 我还要吗 盯上德国一块畅销武器 叫212型潜艇 这个还没要来 这个我也要 这个什么 这个是布莱梅吉的护卫舰 天呐 这乞丐 我说最牛的乞丐 你说牛不牛吧 现在这德国非常尴尬 给不给啊 不给 政治压力很大 这属于政治不正确 知道吧 给有个头吗 这小孩任性啊 他坐在地上不起来 翻身打滚 什么都要 索要更多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大家还记得一个月前德国退役了叫李贝克号护卫舰 这艘护卫舰服役32年是个老船 但是突然泽连斯基盯上了 泽连斯基南一号 我需要有护卫舰 我作为乌克兰的海陆空军大元帅 如果没有护卫舰 我就不称职 他的台词非常具体 不光要护卫舰 人家还要呢 叫海麻雀和鱼叉导弹 德国这个国家厉害 工业立国 生产的世界上最好的潜艇 212潜艇是其中一款 在中国说212 那是一个几十年前的老款汽车 知道吧 在德国说212潜艇 那是德国最牛的潜艇之一 德国联邦国防军装备六艘212潜艇 泽连斯基问 为什么不将其中一艘提供给乌克兰呢 我问你为什么不提供212潜艇给我呢 泽连斯基的台词越说越愤怒 他的手伸向天空 突然间一道闪电从天空中划过 这个剧情太爽了 这乞丐简直是天神啊 那为什么突然间 他懂得要212潜艇啊 说来很简单 他呀只是听乌克兰前驻德国大使 叫梅尔尼克提到过这款潜艇 那这个大使怎么突然间提到这款潜艇啊 因为这大使啊 有一次曾经一个外交礼仪活动 登上过呢 这艘潜艇 大家想想 如果这位大使啊 梅尔尼克先生曾经登过美国的核潜艇 那泽连斯基说边一转身 调整一下方向 台词立刻修改为所要核潜艇 对就是核潜艇 北卡罗莱纳号 弗吉尼亚号 攻击型潜艇 美国一共四艘 那就先来四艘吧 全世界最牛的乞丐 除了泽连斯基还有别人吗 啥都敢要 远程攻击型武器 212潜艇 212潜艇护卫舰 看啥要啥 鲍尔坦克已经要到了 虽然还没运到 全世界都在看他的表演 时而悲情 时而疯狂 这样的天才一定是遇到了最牛的不乐呀 对吧 没有最牛的不乐 他上哪演去啊 美国人如果不是因为看上了泽连斯基 利用了他 怎么有可能呢 前两天记者问拜登 说美国是不是会像沃克兰 听过F16战斗机啊 你知道拜登说什么 拜登虽然有的时候糊涂 但是估计回答这本里头脑子清醒 No No 没有犹豫 拜登说 他现在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在2月份呢 就是说俄乌冲突一周年的时候访问欧洲 但是呢F16战机不可能给他 现在就算给乌克兰 也没有合适的驾驶员 还有呢 乌克兰的整个制空权都在俄罗斯人手上 训练完了 飞过来了 一会儿也没了 所以呢 这个喜剧班班主 现在是把这个戏演的剧情很复杂 而且呢 原本以为是个短视频 上抖音的短视频 没想到人家称成一个电影 张艺谋满江红长度 现在眼看着11个月了 搞不好就变成美国肥皂剧了 没完没了 称到什么时候说不定啊 这演员反正现在作为最牛的乞丐 相当牛 现在正在尽头上 他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这个刹车的迹象 您认为 这个世界上最牛的乞丐 他接下来的发展势头会什么样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